你打車了,怎麼開車的… 怎麼搞的?你怎麼開車? 你怎麼開車的?你怎麼開車? 你怎麼開車的?你怎麼開車的? 我怎麼開車了! 你怎麼開車的? 把他幹掉下去,他就跑到位置… 你也洗腦子,當然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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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為何人 撞完車後 一定要吵架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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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Ku 為何香港人 脾氣越來越暴躁 而且喜歡吵架 這跟香港人口密度高有關 有些實驗證明了 有些老鼠48隻 放在同一個空間 有一個繁殖到80隻的時候 老鼠之間會互相撕殺 老鼠吃老鼠 老鼠很殘暴 甚至異常的性行為會出現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肉體 越來越近的話 我的心靈就會越來越遠 那就說得不錯 咦 那蔣志光 你跟老鼠的心靈 不是很相同嗎 你說什麼 陳淑嵐 其實是這樣 Dr.Ku 有時候 例如撞車 或者塞車 即是 喊架都於事無補 但為何人還要去喊呢 人家覺得我擁有一輛車 車是我們身體的一種伸延 是我們領土的部分 領土被人侵犯 我們要捍衛領土 那就會吵架 但是有時候撞車 就像蔣志光一樣 氣得火龍火龍 我們又會有什麼辦法 可以補救到呢 那先要冷靜 那冷靜之後又怎樣呢 我們先 深深地吸一口氣 慢慢敷它出來 那心平氣和之後又怎樣呢 那就要用一個道土人法 那些行吹 唉 今天真是撞鬼了 我們的目光呢 千萬不要看著對方 讓對方來挑釁它 我們會賴 香港政府的路真麻煩 我們今天 真是不好運 賴賴賴賴賴賴 把責任轉移到另一條路 那就不會有喊煞 哦 一如靠賴地說吧 這一招很有用的 嗯 嗯 Dr.Ku最壞都是你 又不早點教我們這一招 嗯 那這個是無線精神來的 哦 此刻嘉賓意見 與我滿意人無關 有解釋的 以後你就算跟別人撞車 也不用跟別人吵架了 嘩嘩 嘩嘩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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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